冠军表现时刻由南式洗发水领导品牌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前面门将出击的这个手型啊击打球的这个手型有些失误啊 天经毅力队的门将杨启鹏啊可以说呢也是之前呢 入选过国家队啊 而且是在今年的年初啊入选的国家队 35岁的王东 球开起来直接打门了想是 门将还是先把球给扑了 吴言这一球啊很勇敢啊 因为球兜起来之后啊你可以说它像是一个传中路的传球同时呢 冲着球门去飞也像是一条大门 就是说白了这球就为了制造混乱啊 这个身体被顶 然后呢腿呢撞到门柱上 你看一旦进攻呢顾操这边呢就会相当于一个右边后背的一个感觉来用啊 哎呦多起他不应该 看看前上断球之后能不能够 天津这边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伊德耶 就稳一下这球给的不错在右侧形成了套鞭到进去里面再把球起来 看中路有没有 比亚涅的投球 今天了呀 好球啊 这球很清楚打的从 对方的中场合金球员多奇卡尔的丢球之后由 伊德耶发起了一次快速进攻转移到右侧 而直接起球找中路高大的中锋 呃这一下而且第二年啊你看他的手在起 队友起球之前 他手触碰到了顾超的胜体之后啊顾超基本重心都没了 一高点啊 多奇卡尔 开始助跑 越过人枪飞向球门 但是高了一点啊 漂亮 速度非常快啊 这辆很高啊 球像炮弹一样 飞速的飞向球门 但是在接近球门一瞬间 还是没有及时的下坠 所以高出衡量 我们再看一下 打的是真不错 带有旋转 稍微高了一些 他落下来的这个 点啊稍稍的靠后了一点 李元一 同样还是把球回到后场的空旷地带 这些扫上前线球传的好多错 我看看 看看有没有 迪亚涅推球 哎呀这球还是被对方门降了 吴远真不错啊 迪亚涅这球已经完成了射门 把球呢是想推到对方能降的两腿之间 但是吴远还是很好地把球给留下来了 再看一下这一下躲得很好啊 这个位置往回撤得很漂亮啊 最后临门这一角啊 肯定是 格迈斯想要说他的应该是 左腿这一下我们看 这一下就是 放了一下门降 对就是 可能是有意无意吧 反正就是 待一下啊 面对对方 格迈斯纠缠 转移到左侧这边 跟上来直接起来 看落点了 哨音先响了 应该是攻防的犯规 对应该是 今天无言是 今天真的是点背啊 不断的 背壮啊 而且是我们看到好像顾操啊 在对方的球员呢也是有这种比较 不冷静的云云上的交流 这是应该控制上情绪 也没跃位但是 裁判主裁的这个嗜好在他们争之前 你看在争之前他就要吹了 对 这个不知道是吹的什么意思啊 回家刚把球再进去边缘拿住 再分到左侧 买机枪在兜的时候 这球被碰了一下 发生了变相 门降扑了 没有能够扑远 再顶回球门 哎呦 王栋这一下很聪明啊 可以看无言出击啊 然后呢 想顶一个高抛啊 是 球的 在刚才空中的走向 就像乒乓球一样 先给门降扑出来 随后一力队球员再顶回来 利用个人能力 看一对一 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对 看看能不能过人 漂亮成功的过人 再传起来 好球啊 哎呦 这一球啊 顶到了 吴国义啊 这球可以说呢 一半功劳如果打进的话 应该算是小江杜昌杰的 他有自己的非常好的这种过人的转身速度 过了对方的谭望松 随后送出落点极架传中 冯卓义人道球道 但这个球啊没有能够压住 真是人道球道 而且完成了顶球 也许是组队最后的机会 一较直塞到进区里面的时候 哎呦 这时候裁判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了哨音 这样的话 在今天进行的2017中超联赛 第15轮的比赛 河南剑也最终在主场0比0 与天经毅力 战成了平局 冠军表现时刻 由南市洗发水领导品牌 青阳独家冠名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收 farm